厚重衣物要收纳 在收纳前清洗量杆就相当重要 但是量杆衣杆可以如何选择呢 那塞架的部分的话 目前就是有分三个类型 一个是落地型 那一个是支撑型 一个是升降型 落地型的话适合就是像小支足 或者是有顶楼 可以晾衣服的平台的地方可以适用 那支撑型跟升降型 目前的话适合用在 比如说小阳台 或是阳台深度不够的 下面有洗衣机有阳洗台的 那我们把量力空间往上增加的这种空间 升降型支撑型跟落地型的差别就是说 第一是用的当下的空间的大小 当然是空间越小的情况下 我们的掉衣服的空间要往上提升 通常都是坐在上半部 然后再来是看你的掉衣服的大小 重或是多跟少 然后再来是你专门要来晒什么样的类型的东西 支撑型跟升降型的差异差别就是在 如果有一些婆婆妈妈 她手比较没有力的 晒棉被或晒比较重型的衣物的时候 她不好用衣撑撑上去 那升降型的话 它是可以把杆子降下来的 那让妈妈好挂上去以后 然后再用很神秘的方式 再把它摇上去 就要厚这种像冬季的这种棉被 或者是那种垫在床下面 比较厚的棉布直的这种被单的话 我建议如果你要划快杆的话 建议像插形这种的 如果可以落地的话就插形这种的 因为它劈过两个杆子之后 它下面通风会比较大 如果有风的情况下 它干的会比较快